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站远点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裙子的样子 这个裙子呢它是个像宽心的空空裙的身体 然后下面我配了一对这个CL的红底鞋 网纱格的 我觉得就春天这么出去跟朋友一起郊游是非常的好看的 然后你可以提一个这样的包 再配一个acny这个毛衣 因为有时候外面冷的时候还是需要搭一个毛衣的 我觉得这么搭配的话是很有春天的感觉的 然后呢反正我是非常的喜欢 这三套呢也是another story的 它是一个这样的紫色的毛衣 大家也知道这种像是紫在去年秋冬到现在 和春天都是非常有景的颜色 然后这条裙子也是another story的 然后这一身配起来有一种紫色的渐变 我觉得还是挺高级的 它这里我觉得像一个小兔子的耳朵 然后4月份就是复国节目 我觉得那时候穿也非常好看 鞋子的搭配上我配了一个巴黎世家的这个 后面跟像小蝴蝶一样的这双白鞋 穿在下面就有一种和这里相互呼应的感觉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除了这件毛衣配这件裤子之外 我也可以换上一个视频里的毛衣 给你们看一下 也是another story的 我觉得这么搭配一身还是挺高级的 好了下面我换上了这件毛衣 这件毛衣开衫呢和第一件毛衣开衫 不一样的是它的领口更威一些 所以可以露出你的锁骨 而且它的袖子很抛 所以就有种袖子宽宽大大 但是身体这些是很紧实的这种反叉萌 然后配上我觉得这个香鱼籽的裤子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搭在一起 然后我穿的是这双Balenceva的鞋 由于这一身它是全身都是紫色 你需要一个颜色来点缀 所以我选了这个 第二的带肺包 我觉得这样配的话一身 就非常的俏皮 然后可爱 而且这个裤子真的是很舒服 我觉得春天这么穿出去的话 带着那种油酥型的耳环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的 OK下面是一件衬衣 这件衬衣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我在官网看第一年的时候 看照片我就一见钟情 就把它拿下了 你们有没有猜到是哪个牌子的 如果你们经常看我的小红书的话 我已经在小红书上录过了 它是ZARA的 看不出来吧 我觉得穿上它有一种 像那种小众设计师品牌的感觉 然后它这个剪裁 包括袖子 包括质量都非常的好 然后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然后我穿出去 已经不止有一个人问我 这件衣服是在哪里买的 我就告诉你们 它是ZARA 然后这个衣服真的是好好看 我觉得它真的有一种 就是很中式的那种小袖扣 然后下面我就搭配了一个 这样的尾仔裤 其实什么样的尾仔裤都可以 然后提一个这样雾霾蓝的包 就这样配着 我觉得这一身 真的是非常好看 春天穿出去的时候 有一种就是很特别的感觉吧 配一个白色的帽子这样 我是很喜欢这个衬衣的 而且它的搭配度真的挺高 你下面也可以配各种各样 短裙啊或者别的东西 我觉得是很好看 然后穿在大衣里面当一个内搭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OK下面这套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一个春装搭配的选择 这套衣服呢 我觉得它真的很高级 你看就只要这样搭配 你去坐飞机啊旅行的时候穿 也是非常好看的 然后很高级 观念这套衣服 这件才三十几刀吧 这件也是 就是小于一百刀 我觉得它的价格 但是它穿在身上 却简直显得真的是 非常的大方得体好看 再配给这种帽子 这套衣服也是ZARA的 是我觉得ZARA非常好看的一套衣服 然后它有黑色的 我打算把黑色的也给入了 因为它真的非常舒服 而且价钱非常合适 穿上身也非常的好看 我觉得就这么一搭配 然后这个帽子就是我上次开箱的 那个Eugina King的帽子 如果你不戴帽子的话 你就是戴股墨镜这样的话 也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真的是挺好看的 这个裙子是到你的膝盖下方 然后可以露出小腿 觉得能够露出你身材的曲线 然后非常的好看 很喜欢 所以推荐给你们 然后说刚刚ZARA都是比较 高阶大众的牌子 下面我觉得大家介绍一个 我最近发现的 非常小众的牌子 我身上穿的这一身呢 都是来自于这个牌子 包也是一个小众牌子 这个包就是我上次开箱的 那个Parisah王 我觉得它配这种 复古的墨绿色 真的是绝了 太好看了 我身上这个毛衣和裙子 都来自于JWPay这个牌子 然后之前它的前身是 Simple Rachel 今年很流行这种开衫 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件毛衣 它的扣子是这种J的一样 就非常的特别 然后它的质量呢 也真的非常的好 我觉得我这样穿上街的话 有一种很复古的感觉 像80年代的那种感觉 下面配了一个玛丽贞的鞋 不知道你们能看见过 然后我觉得这帮穿呢 真的是很好看 然后显得身段也非常的好 因为我之前大家知道我是驼背的嘛 所以我最近就是有点刻意逼自己 穿这种比较显身段的衣服 所以就自己不会那么的驼背 然后里面我配的这个丝绸的裙子 它其实是一个吊袋连衣裙 然后我觉得也真的是非常好看 大家记得去年春天 我给大家介绍了那个CAMO CMEO的牛油果绿的丝绸裙子 今年我发现这种墨绿色也很好看 当然有很多其他牌子也都有介绍 但是我觉得这个JWPay这个裙子 它这里是裹着你的胸像是一个花瓣形状的 然后卡在胸下面提高了腰线 我觉得穿上身的话 这样的效果还是很好看的 而且它的丝绸是这种很有质感的 配上它就是同系列的毛衣 还有这个PARESA王的包裹呢 就我觉得是一种很特别 走在大街上不会被撞垮 并且很有品味的那种衣服搭配的感觉 我觉得它这两个绿配起来是非常正的 是非常好看的 反正我还是挺喜欢这一身衣服 然后我觉得春天的话 正在那种自古门街道拍照 穿上这一身呢 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除了刚刚那一套衣服呢 我还在这个SIMPLE RATIO买的这一套 我现在身上穿的 这个一个姜黄色的小裙子 然后我觉得这个姜黄色小裙子 真的非常适合三月份的纽约 这种有一点冷的天气 但是真的很好看 它是这样交叉设计 然后这里有一个这样的小绑带 下面是这样的摆折裙一样的 我觉得真的很凸显 身材和腰身 搭配上我选择了这个Chanel的小菜篮子 还有这个The Road的这个鞋 配这一身真的很高级 再配一个这种富国很宽 最关键是因为其实现在的天气 还是有点冷啊 所以觉得是我配了一个 也是JW配下面的这个西装外套 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当裙子 可以当西装的这么一个外套 但是我觉得这么配在这个上面 带鞋背着这个小菜篮子包 真的有一种非常春天好看的感觉 然后这个外套它是那种 有点像风衣一样 然后它其实叫它是什么连衣裙 但我觉得这样搭在外面呢 也是很好看的 有种复古的感觉 对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 这个外套的原因 因为它可以当一个 你看搭在外面的这个一个小风衣啊 或者大版的西装外套 它也可以系上扣来呢 变一个这种西装式的连衣裙 它会给人就是那种可言可甜的感觉 就完全不会限制住 平常像这种西装外套会有些正式嘛 然后这个外套它格纹很好看 它的配色还有扣子真的是非常好看 这里它还带了一个皮带 你可以借一下 然后如果你比如说上班通勤的话 你就可以完全穿一个这样的外套 上肩就可以 如果你脱掉外套的话 里面配上别的 也是可以当做一个风衣或者一个大西装的 然后你如果配上这样一个棉麻的帽子的话 我觉得就有一种很countryside那种 很田园度假风的感觉 如果你配上一个这种格纹帽子的话 就有一种都市精英的感觉 反正就是看个人喜好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的衣服质量剪裁 包括它的那个配色 我觉得给人感觉还是相当上档次好看的 所以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也挺小众的 就是有些地方的春天还是冷的 然后这件裙子你配一个 这个我最近也是发现的小众品牌的 大衣也是好看的 这个大衣它是双拼色的 然后这边是千鸟格 然后扣子是淡金 就有点金和银之间吧 然后配上这种姜黄色的裙子的内搭 就会有种蛮特别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外套我也是第一眼看见 官网上读片在info上 我觉得第一眼就喜欢上了 它真的很特别 而且很显高档 而且特别的小众 尤其是当它扣上扣子以后 它有一种非常摩登的感觉 我是非常喜欢这件外套的 我觉得早春吧 包括秋天的时候 春秋穿它的几率还是有的 这个牌子应该叫Quant Q-U-A-I-N-T 应该是这么土 我真的挺喜欢这件外套 而且它很保暖 它的成分也是不错的 最后给大家说几件COS的衣服结果吧 首先可以说一下我上来 这是连姻群 这连姻群它是这种 像BV一样编织人素的 那一次我去第五大道的COS店 然后逛街被模特身上穿的这件衣服 第一眼就吸引了 我觉得真的是太好看了 它后面也是有这个蝴蝶结 就是一个收腰的设计 它是有一种性冷淡妆 带一点特别的精致 然后我头发就配了一个这种麻花辫 脚踩就可以踩这种阳体鞋 这么配 我觉得就有一种很高级的感觉 然后配上这个墨镜 然后再拿个云朵包 我反正是很喜欢 很喜欢这个COS的裙子 然后也推荐给大家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然后我穿的这件居然是EOS4码的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冬天吃太胖了吧 也还是可以配上我刚刚介绍的 这个JDWK的这件外套 我觉得真的这样搭也是很好看的 就类似这样的小西装外套 穿在这个裙子的外面 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顺便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LV的云朵包真的是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提醒 比BV的大号要小 比BV的小号要大 所以拿在手里是可以起伴的那种 但是五金真的是蛮好的 然后下面一身也是我很喜欢的 这件COS的连衣裙 它是可以搭配出暗黑风格的 首先说一下这个裙子 走近给你们看一下 它是这种就是编织紧身的那种 一层一层的 然后它的领子也非常的有设计感 是这种有点偏横领 有点立起来的感觉 我搭配了一个这个Dior的语服帽 就是录影桌线可以从这里看到一些字母 然后就还挺酷的 然后鞋子你可以穿硅地嘛 然后背一个这样的包 我们可以看一下远看 这个裙子的裙摆 是这种另外一个材质的 然后真的挺垂的挺好看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录视频感觉 就录全身很奇怪 可能我录多了数版视频 我觉得横版视频真的一一难见 但是这样的全身录 我也是会发小红书的 你们可以看 反正这裙子和刚那裙子 Oh my god 简直了 就是太好看了 这季的COS也太好看了吧 下面我给大家换另外一身 我觉得COS非常好看的衣服 OK 最后一身呢 也是一身COS的衣服 我觉得它真的是很好看 Oh my god 然后呢我今天给它搭配了一个 这个Chanel的胸针 里面呢这件衣服 它也是像刚那个裙子一样 是这种收缩的袖口 然后宽宽的袖子 我觉得真的很好看 然后外面是一个这样的 董鹏式搭的这种white top 这两边记着 我反正是没有类似这样的外搭 我记得它还有裸粉色 就是也是挺好看的 我买了个黑色 然后如果你配包的选择的话 可以配着这样的偏酷一点的 纯黑色的包 这么一身呢 我觉得搭着 然后哪怕去上班啊 去职场啊 然后或者去参加一些场合 我觉得是非常的可疑的 而且我觉得它外面这个毛衣 真的很特别 它也可以放在一些裙子外面 当一个披肩 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这一套 因为我里面这套是几年前的了 所以它今年配了一个 一模一样的袖口 只是没有领子而已 我觉得这样搭配也是很好看的 我会把官网的图放在这里 然后裤子上选择呢 我配了一个 Arisia的另外一款的高腰皮裤 这个裤子也是我上个季度 就是秋天买的 因为这种皮裤好像特别流行 因为这样搭就是有一种很霸道 女总才有很优养的感觉 我是很喜欢的 关键它的价位置非常的可以 它并没有像那种奢侈品大牌一样 价格逼人 但是它能营造出一样特别好的感觉 所以呢推荐给大家 好的好的 终于录完了 春装试装这一期 其实我买了很多很多衣服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我觉得这几套衣服都是能够给人带来 非常不一样感觉的衣服 而且相对我觉得比较小众吧 就是推荐给你们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个视频 如果你们有什么值得推荐的东西 记得给我留言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发视频了 希望最近这两期发的视频 你们会喜欢 春天已经来了 夏天就不远了吧 希望大家在春假的时候玩得开心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